你 没事吧 没事 你别碰我妈 不想场面太难堪的话 就别动手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这么说话 如果不是因为她 我这辈子都不会跟姓庄的说话 你以为搭上这个丫头 就能做庄稼的半个主人吗 在这里 还轮不到你做主 家凯 妈 打电话 封锁医院 他们能把你外公偷走 内贼一定不赏 大阳 明白 你 拐带病患 意图谋杀 好大的帽子 但是想这么做的从来都不是我们 是那些为了巨额利益 连自己亲人都下得了黑手的人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 您听得懂 老林 还愣着干什么 报警 等等 董事长 董事长 你没事吧 我来 外 外 外公 怎么 不认识我了 还是不认我了 爸 还知道我是你爸 他们把你带去哪儿了 你身体怎么样 受伤了吗 要不要我给你叫医生 不用 我这把老骨头 命硬得很 我前半辈子死不了 后半辈子 谁也弄不死我 以前啊 我总觉得我的人生 还有很多年 但这一次 我感觉 我的来日也不多了 所以今天 我想把我该说的话 都说了 庄家的产业 按照你和你姐姐美轩的约定 一人一半 蓝海一星 他虽然是我亲手创立的 但过去十几年 都是由美轩夫妻俩发展壮大的 本应该全部交给美轩 可惜啊 不过还好 新燕回来了 新燕 你妈妈留下的股权 应当全部由你来继承 股权转到你的名下 你就是蓝海集团 最大的空股人 所以 下周的股东大会 新燕 外公 庄家 蓝海一星 全部 交给你了 小张总 你别这么生气 外公把整个蓝海一星 交给那个小丫头 你告诉我别生气 事情不一定有你想象的那么糟 你什么意思 虽然董事长亲自开了口 但他毕竟离开了庄家这么多年 就算坐在了总裁的高位上 他有什么本事 能守得住整个蓝海集团 蓝海集团现在面对的问题 不只是继承到手这么简单 况且除了我们 还有很多人对蓝海有兴趣 他既然敢做总裁 就得有胆量有命 去坐稳这个位子 你的意思是 庄家 蓝海一星 全部 交给你了 真的要成为庄家和蓝海一星的继承人吗 万一我出错了 又或者 我才胡思乱想什么 谁啊 这么晚 好 有什么事吗 怎么 你要寄了吗 现在时间是有点晚 那 有什么事情我们明天再说 我们同居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